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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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 有请两位 有请 欢迎两位哈 小陈在短片里说了一句话我印象挺深的 说在你们俩认识之前你有一段特殊的经历是吧 对 这特殊的经历是指什么呢 在我高中毕业的时候高考失利 然后在家休息了几年之后 因为我父母两个人离婚了 然后导致我没有安全感 自己就往上套了 高考失利是吧 然后之后就在家里休息 在家里休息 没做其他的事吗 没有在复读啊或者工作什么的吗 没有 在家里待了几年 待了大概三年 然后父母离异了 是 所以他说他没有安全感 那你们俩是在什么时候认识的 怎么认识的呢 主持人我们是在网上认识的 就是打游戏嘛 然后有一次我约他出来见面 然后第一印象就是说对他挺好的嘛 挺甜人的一个小姑娘挺漂亮的 然后就是对他有好感的 再后来就是频繁多次约他出来 我就向他表白 然后我俩就在一起了 那算网练是吧 差不多 你在这个小片里面说到一个这个 如果是这样的话 你就想放手了是吧 对因为我跟他在一起 真的是特别不自在 我特别累 比如说什么事使你不自在 就是比如说他喜欢看我手机嘛 最起码情侣之间一些信任应该是有吧 但是他做不到 我微信有个小号嘛 小号是什么意思 就是里边加一个老同学上平常聊聊天 一点暧昧的话题没有聊过 你们两个加微信 他在微信上追你 后来他叫你出去吃饭 你没有不同意 你这种状况不是暧昧吗 我感觉和老同学一起吃个饭没什么问题吧 但后来我也是我说我知道我错了 然后我当他面把 自觉地把我的女同学删了 不是 没什么问题 怎么又知道自己错了呢 因为他和我生气嘛 他自己把自己所房屋里一个星期 不见我也不工作 给自己关在自己的屋子里 有居民几天不行吗 我真的比较害怕的这种行为 你认为他错了 是搞暧昧是吧 是 你是打心里觉得确实错了呢 还是基于他的态度你害怕了 他和我耍嘛 行 那后来怎么好的呢 后来就是说他和我提一个特别荒唐的要求主任 他说咱俩去北京吧 一个新的环境 新的开始 我不想去嘛 因为唐山有我所有的一切 他也是性子倦嘛 自己收拾行李去北京了 我给他打电话 我说你回来吧 他也是不回来 然后就是我过去了 过去 我就是想让他回唐山嘛 我可以说是真的是苦苦哀求他 好话说尽 然后我两个就是回到了唐山 你那么决绝地去怎么就回来了呢 我还是喜欢他 还是爱他 我想和他在一起 所以说我就又回唐山了 但是主任他回唐山以后不工作 然后就每天和我吵架 然后他也是特别荒唐地要求 说咱俩结婚吧 该我带他家去见他爸嘛 然后我说我不同意 你不同意什么 我不同意现在结婚 因为现在结婚 我感觉我梦不到 我们俩结婚 就是会是什么样 未来梦不透 然后主任他有一个目的 就是说他不现在租房吗 在市里 一直跟他表姐借钱 然后说跟他爸要几万块钱 就是想跟他爸花情借钱 就是他恨他妈嘛 因为他爸和他妈一直吵架 然后就是跟他爸一个交代 说有我了 跟他爸花情借钱 可以说是井水不放河水了吧 他们父女俩 你去了吗 我也没有同意去见他爸 因为他以前和我描述过 就是说他爸脾气不好 经常和他吵架 因为我有点害怕他爸嘛 因为这件事都是说 也和我闹了一顿 刚才您说 他提出了一个特别荒唐的要求 是结婚 对 是吧 那这里面其实分两层 是你认为他跟你提出结婚 这个要求就荒唐呢 还是说他希望通过你 跟他结婚这件事 跟他父亲划清界限 拿点钱出来这件事 我感觉就是结婚就特别荒唐 那个时候你们俩谈了 也谈了多久了 那时候谈了有半年多了 他也一直看我手机嘛 然后看我和我男同事聊天 八卦一个女同事嘛 然后他看到就是气不打一出来 你和男同事说 你的女同事怎么怎么漂亮 你每天上班都在关注这些吗 但是你知道你这种性 你男同事在和你说 劝你说不要再 惦记人家了 人家都已经有男朋友了 人家男朋友比你帅多了 比你有钱多了 你回了一句 好白菜都被猪拱了 你不是喜欢他不喜欢我吗 但是主持人我感觉和哥们一起八卦 为男人这种心嘛都有 我感觉没有太过分嘛 他就是对我动手 但当时我对他特绝望 然后没分吗 没有 为啥不分呢 因为我一直想包容他嘛 因为他对我挺好的 然后他后来就是说隔门酒 自己喝还不行 必须拿着我和他一起喝 我也喝不过他 他就一直老惯我 我就是一两瓶吧 差不多脑袋感觉就是说 不是自己的了 因为最好让你陪我一起喝 前两天还可以 但是到后来我特别烦 因为他每天和我诉苦喝酒的时候 说他父母怎么样以前 然后说我怎么样嘛 他那时候让我心烦到 感觉我自己心里也特别压抑 那你这喝酒钱从哪来啊 他和表姐一直借钱嘛 因为就是说这种小事也花不了多少钱 就表姐借的钱 是吧 对对 你现在是靠借钱过日子 没有完全靠借钱过日子 那 只不过是后来是找表姐借钱 之前我是自己有钱的 然后呢 然后就是我说你出去上个班 老板人做个兼职 他也是不去 甚至我烦到什么程度呢主持人 就是说我在单位上班 我说晚上加班我不回去了 他就是去单位低留我去 因为我想让他陪我 想和他在一起 所以说我就去那边找他 那时候我压力特别大 因为就有一个爱好 就是说提提球和同事 每周有过两三天 然后他一直给我打电话 一直给我打电话 弄得我特防 然后就是他感觉特矫情有时候 矫情 他不是在市里租房吗 然后半夜凌晨一两点 给我打电话 说他害怕睡不着 但是我就真的特别烦 主持人是因为这样 我晚上在家睡觉的时候 邻居家有一只狗 他那个狗老叫 然后导致我之后失眠 我睡不了觉 我想找邻居去说一下 我不敢去 所以说我就给他打电话 我就想让他过来 帮我去说一下 主持人我就是感觉 他这件事做得特别矫情 然后不理解我 主持人还有一件事 就是我不是在房地产做销售吗 然后我们公司就是说 统一让我们微信头像换公司的logo 然后以前我就是 我会头像是和他的合照 然后他就说 我什么不爱他呢 说让我换回来 说如果不换就分手吧 我感觉他 你换了 无理取闹 但是我们公司 公司就是说统一要求的 然后我加很多客户吗 那怎么没分手呢 不想分手 那你灌他酒为什么呀 我灌他酒喝 就是想让他陪我喝酒 那你为什么一定要跟他好呢 因为我很爱他呀 我接受不了和他不在一起 你爱他什么呢 我爱他对我的照顾 就基本对你百依百顺是吧 是 所以主持人他说 他就是说我以前 多么那么好 你依赖感吗 但是现在我真的是给不起 我特别来跟他一起分手吧 所以说你现在也没那么喜欢他了 是不是 听听老师们怎么说吧 一起进入丘比特问卷 再多的源自于天真的烹饪 很 Shauna 吸引 teve 种当 já 怎么推出 三学党 说 跟、「宋政� hine金时间行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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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か行行行行行行行礼 window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它现在就是你的救命稻草 是你生命当中唯一的依靠 我们有的时候看影视剧 你会发现那个女生说 喜欢那个男孩 是因为那个男孩 在这个女生最困难的时期 最无助的时期 出现在了她的生命里 但那不一定是爱 只是你现在抓不到别人 我们现在假设这个男生 消失在你的生命当中了 你怎么面对这一切 你是不是需要自己去和你的邻居沟通 你的狗到底能不能不叫 你是不是需要自己去面试单位 借你的HR说 能不能给我一份工作 我会努力为公司创造价值 你可以做到吗 我还是需要她 你看 就是因为你需要 但并不是代表你爱她 所以我希望女生你能够 我不是说让你改变你的性格 性格真的非常难改 但是你要面对现实 面对这个社会 面对人群 面对你自己的生活 承担这一切 没有人 除了你自己以外 没有人这一辈子会陪你走到最后 我们生而为人注定是孤单的 需要自己去应对一切可能发生的事 我就想说今天即使你们两个不分手 我也希望你能够独立 独立地面对生活 面对未来 而对于男生来说 不喜欢就不喜欢 没关系 坦诚地跟他讲 跟他去沟通 不要再创建小号 跟其他女生唠嗑 好吗 还说自己没错 如果什么事都没有 为什么不能在大号上聊天 不要当着我们这些过来人的面 耍着这些小伎俩 一点意思都没有 祝福你们 谢谢 谢谢老师 谢谢隋岩老师 你为什么不想 跟你父亲一起生死 因为不想吵架了 所以说就不想和他 在一起生活 为什么会吵架 我认为可能是我父母离婚的原因 村上春树在挪威森林里面 提到一口井的概念 他说人世间好像是一个荒原 很多人走着走着 突然之间又掉到一口 很深很深的井里面 再也出不来了 这个时候如果出现了一个人 看到你 他爱上你 想要拉你出来的时候 井里面的人会紧紧拉着他 到最后就变成了一种 交织在一起的痛苦模式 这就是在亲密关系里面的 互相伤害的一个模式 你们两个人形成一种亲密关系 这种互相伤害的模式 你和你的父亲一开始的时候 也是一种亲密关系 慢慢地也变成了一种 互相伤害的模式 其实是一样的 慢慢地再这样伤害下去 你们也会进入一种 所谓的恨的模式 亲密关系里面的相互伤害 分为几种 一种是可控的 一种是不可控的 还有一种是不自知的 我现在很担心 你根本就不知道 我一直在伤害某一个人 为什么呢 因为你斩断了自己 所有的社会属性 你都没有社会了 你只有这一个人 所以你把 对于整个社会的需求 你强加在这一个人身上 你需要这个人承担起 保护你 包容你 服务你 爱你 所有的一切的功能 他承担不起这么大压力 他承受不了这么大的压力 所以我给你最后的建议是 看清楚自己 明白怎么去爱自己 看清楚自己 明白自己去 怎么去和这个世界去沟通 这个可能比你 需要这个男朋友 你更需要这个世界 谢谢 好 谢谢陆小老师 我觉得男生现在 根本就不喜欢 你用了几个词 所以我看他 就会吃到什么 那么好 还是陆小我想 面对我 您能在做对 beş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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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祝你们平安 好 谢谢陀老师 人一辈子最大的堕落 和最看不到希望的事 就是放纵自己 要什么叫放纵呢 就是我做什么事 都能找一理由 第二个 我的不好是来自于 我父母的关系不好 所以影响了我的生活 因此我怎么活 你们都应该为我负责任 这才有了跟父亲之间的 争斗和要钱 没错吧 没错 接下来更有意思的 放纵在哪儿 因为我开始谈恋爱了 你就是我的了 所以我可以肆意妄为地 给我所有的行为 找到一个借口 你是一种 很堕落的生活态度 太放纵了 其实才二十五岁 你人生完全可以 重新开始 我相信在你十八岁 或者十九岁高考那年 如果在那个时候 你碰到了一个 能够激励你生活的人 可能你的日子是不一样的 所以二十五岁 到这个年龄的时候 今天对你来说 是一个人生的机会 但你首先做的 就是老师们说的 割断一段关系 其实你跟你父亲的关系 大概是割不断的 你最想割断的一个东西 是最割不断的 这也是你不想割断的 但如果你学会了 割断这种关系的话 你会发现 生活还有另外一种方向 和方式让你去尝试 这就是老师说的 你得先走出来 至于你嘛 错了就得认错 就得改 而不是在错误的道路上 继续错下去 行了 剩下来的时间 留给你们自己去思考吧 接下来一起进入 抖音真情六十秒 我不想和你分手 因为我很喜欢你 你给了我一个依靠 还有依赖 我非常信任你 你以前是对我挺好 我也想给你我那些依赖 可是我现在真的给不起了 跟你在一起 我感觉我特别的累 特别不自在 然后让我感觉压力也特别大 我现在很爱你 我不想离开你 我以前就是说 想让你改一下 你那个性格 但是 那对不起 还是分手吧 我不想分手 我感觉就是我们俩 就应该个子退一步 自己都静一静 就这样都是 正如老师说 对谁都不好 那对不起了 还是分手吧 谢谢两位请回 来 请关门 好了 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 欢迎大家下载 精云UP和 万事达手机客户端 进入到天津卫视的直播聊天室 边看边聊 直播过后 也可以通过 精云UP 天津FTV网络电视 万事达手机客户端 来收看本期的节目内容 欢迎大家登录 优酷视频 腾讯视频 爱奇艺搜狐视频 观看节目的完整内容 对不起 各位请看 我们两个人结婚快十年了 慢慢地 我发现我们两个人的生活观念 越来越不一样了 我们经常会因为这些事情争吵 我觉得我这近十年的时间里 一直都是他在当家做主 我很珍惜这份感情 一直让着他 他也应该适当理解我 这次不知道他是怎么了 就一直跟我对着干 我们两个人一说到这些这个事 就吵得不可开交 这一次我不会做出让步了 我希望他能理解理解我 让我也做回回族 掌声有请这对夫妻有请 杨先生42岁来自重庆工人 李女士36岁来自重庆工人 来 有请两位有请 欢迎两位 这小片里面跟讲故事的 还卖了个关子 这次这个决定 我一定不会让步 啥决定啊 因为我老婆准备在重庆再买一套房子 他要买房你不要买是吧 这个是有一定原因 本来我在县城就有一套房子 一共一余一直共着 我们后来有个小孩 他就没上班了嘛 压力挺大的 我就跑到梅框上班 在梅框上班过后 我也把他带上去了嘛 就这样感觉反正后来感觉压力大了嘛 孩子要用钱了嘛 他说我也到重庆上班去 我一个人在上面上班 后来半年左右 我就发生了一次工商 在工商期间我就考虑啊 这个梅框上班 灰尘也大 危险程度也是很高的嘛 高危行业嘛 我就把梅框的工作迟了嘛 迟了我也跑到重庆来 跟他一起上班嘛 然后工商过后呢 有一笔补偿费 补偿费下来过后 我老婆又把这个钱拿来买房子 因为我们是再婚嘛 你不结婚十年了吗 对对对 我们再婚十年嘛 就是42岁 32岁 对对对 那怎么认识的呢 两家老人 啊 绰合认识的 两家老人 三家老人 五十年 세계 老人 二家老人 男人 三家老人 五十年 第九年 还没有 九三� conveniently 自家老人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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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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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是不是 一年级 马上上一年级 他就跟他报个什么钢琴班 那个拉丁舞班 我说你这个本该学的 但还没学好 是不是 小孩的兴趣 就是从小培养的 那你一个月 能剩下钱吗家里 剩个几百块钱 千块钱吧 那为什么 这夫妻之间的 这个账目不公开呢 自己工作 自己 那个工资卡 是办的他的信息 我取什么钱 我用什么钱 那个到银行卡 就取钱 他都知道 所以对妻子来说 丈夫的收入是 一目了然 对于丈夫来说 妻子的收入是 一点都不知道 还挺对账的 一点都不知道 行 那今天来的 主要目的是啥呀 我就是想 让他听我的 不买这个房子 让我们过的生活 过得平淡一点 不要这样累 我就是希望他那个 平时 不要这么沉默寡言了 还有就是 有上帝心一点 自从我出去 本来做尖职的一个女的 是吧 我就希望他也出去 挣一份尖职 多挣一点钱 你看嘛 就是说做尖职这个事嘛 本来就可以 像我都那么辛苦了 你看到我那么辛苦 你自己也伤心一点了 你像做尖职这个 我虽然第一份工 在重庆第一份工 夜压工 后来我就迟了嘛 我看这个太危险了嘛 我迟了 我现在带那个快递工资 我上白班的话 就是晚上三点钟 上到中午十一二点 我下来班 他叫我去送外卖的话 我那个送外卖要几个车子 下班马上就去送外卖 是不是 休息一下 肯定了 你休息 你中午十二点就下班了 你回来休息一下 晚上五六点钟 饭点的时候 你出去 送个两三个小时的外卖 就可以了呀 因为我就可以 不出去住间子 现在小孩在重庆 都是我们在带 因为家里面都没有人 不是 咱们现在钱够花嘛 你不怕把他给累死了 夜里三点钟上班 上到中午十一点多下班 回家十二点钟开始睡觉 睡到个五点钟起床 再去送外卖 这不就人累死了吗 就送个两三个小时 就可以了呀 因为我还不是 每天休息十五个小时啊 一个妻子都这样啊 那咱别让孩子 上什么钢琴班 拉丁班 就正常学不就得了吗 但是我也不想 自己的孩子 坐在起跑上面 所以其实对你们两夫妻来说 过什么样的日子 看来不能达成共识是吧 她来的目的是 希望妻子改变投资方向 对吧 对对 妻子来的目的是说 希望丈夫能够换一种方式 跟她相处 是这意思吗 对 肯定是要在重庆 有安定的家嘛 还有那个安定的生活 所以你是一定要买房的 是吧 肯定是要买的 现在这个房子 卖了的钱 再去买你想买的房 还需要添钱吗 肯定要贷款 本来这套房子卖了以后 在丈夫的心目里面 日子可以过得踏实一些了 是吧 对 但是如果按照 妻子的投资方向的话 家里面等于又有了 新的贷款 或者叫债务 是这意思吧 就为这事打不下来了 是吧 这次是谁要来 我们这节目的 是我说的 来这节目 老师们裁判完了以后 你听吗 假设裁定是对你 不利的裁定 当然我们不会裁定 我也不知道 那你跑这来干嘛呀 就是希望各位劝一下他 对家庭有责任感 他那个生活太多啊 生活就是 就是要积极一点 对家庭挺有责任的吧 就是希望他积极一点嘛 还要怎么积极呢 你们俩谁挣的钱多 因为我带孩子 肯定我没挣钱啊 他在上班 老婆辛苦吗 老婆跟你辛苦 带孩子我知道那个事情了 这就行了嘛 这还要什么嘛 大多数夫妻已经好太多了嘛 现在其实就是一个生活方式 这个我觉得挺有代表性的 就是我们到底选择一种 什么样的生活方式 对孩子的教育 到底采用一种什么样的态度 你们听听老师们的 不同思路好不好 我们一起进入 丘比特问占 你们两个 从消费观念 到生活观念 到对未来的规划观念 完全就是不同的 我事实上不太知道 你们两个人 是为什么会在一起的 因为夫妻之间 消费观是非常重要的 某种程度 夫妻之间也是在合伙 开公司 我们挣来的这个钱 是两个人的 我们未来的这个投资方向 我们的经营理念 我们这个钱到底要怎么花 一定是两个人 相互协商完成的 但你们两个不一样 不仅仅是买房子 这种大事上不一样 孩子是否应该上课 应该学习 到底应该花多少钱 买衣服应该花多少钱 喝水应该花多少钱 你们两个完全都是不同的 女生是冒进派的那一种 就是我这个钱是挣出来的 男生是保守派的 钱是省出来的 所以这就是矛盾的关键点 我非常理解男士 因为我听起来 基本上这两套房子的房贷 都是您一个人在还 第二套房子不是 第二套谁 第二套他还 但是你付两千多块钱给他嘛 对吧 不管他是用来生活了 还是用来还房贷了 具体他剩多少钱你也不知道 是不是 对 所以先生会理所当然地觉得 如果我再买房 这个压力还是我的 对对对 那女士呢 就是没有体会到 她的这种感受 我其实想跟女士分享的是 一般来讲 我们觉得房产 不论是房贷还是房租 应该占到收入的30% 生活质量会比较高 你们自己去算 你挣了多少钱 在房子身上花了多少钱 每个月 你是否还有足够的开支 去应付你的生活 再来第二点 关于孩子要花多少钱 我的生活要花多少钱 我的态度是 多有多花 没有少花 甚至不花 怎么样日子都是可以过的 但是要量力而行 而作为女人 婚姻幸福的秘诀 其实是知足 很多的年轻人 他们在为自己的第一套房 而奋斗和努力 但是你们两个竟然 为了第二套房 打到我们这儿来了 我觉得是一种 不知足的表现 家庭是幸福的 夫妻两个人 是在一个城市工作和打拼的 孩子是乖巧可爱的 未来是无限可能的 所以当我们怀着一颗感恩和知足的心 去看对方和彼此的时候 一切都会显得更加的简单 祝你们幸福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当时候是他比较勤快 勤快 勤快可不一定意味着能够挣到大钱 你有一段失败的婚姻 是吧 有孩子吗 在那段婚姻里头 也有 有 那你需要每个月给他一些费用吗 也会 那你在上一段婚姻里头有没有孩子 有 你需要现在每个月要支付他什么费用吗 是啊 好 你就在这种情况下 以他的工作 以他的能力 他能给你挣大钱吗 我不知道他那个生活态度 什么态度 就是主动一点 主动干什么 主动挣大钱 对吗 对 那你爱他吗 就是回答我刚才那个问题 你为什么选择和他在一起 我可以这么告诉你 如果你选择跟他在一起 看中他勤快 勤快背后就能够 兼两份工作 并且能够把工商的钱用于投资来挣到大钱 如果是这个逻辑的话 你并不爱 他同事的工作受了伤 拿了那个钱是做投资用的吗 他为什么要把这个钱要还掉那个之前贷款 是为了让今后的生活更加的稳定安全 因为他曾经吃过这样的亏 我真想不通在这种情况下 你还要去买房 而用他工商的赔付款 我相信你的工商可能有一定的后续的影响 你凭什么打这个钱的主意 所以说每个人都有自己的愿望 但是能不能切合实际 尊重对方 爱对方 能够让这个家庭能够共同的健康的行走 那是一个正常的一个诉求 不是不切实际的 甚至于不顾他的身体 有了工商的丈夫 还要让他去兼职 他有休息的时间吗 我听起来心里很凉啊 好好爱这个男人吧 谢谢 好 谢谢师傅 他是不是把你说得很委屈啊 委屈什么呢 因为都是在为这个家 过得幸福一点嘛 他第一次工商的时候啊 你是什么心情啊 也挺忐忑的 忐忑什么呢 因为还是感觉到那个煤矿工作不安全 那既然他第二份工作又有危险 你又让他去做一份体力活 你就不忐忑了吗 我们又没有权利 也没有靠那个脑洞双手挣钱呢 我呢是既同情男人 我也理解女人 女人都想要一个屋 男人都想活得轻松一点 昨天我一个朋友走了 45岁 他也算是个成功人士 突然之间就得到他走了的消息 就时间 突然之间感觉太匆匆了 你知道吗 就跟我们差不多年纪嘛 这个年纪 上一刻你还在屏幕面前 荧光灯下 下一秒他就离开这个人世 你不忐忑吗 我也忐忑呀 但是那个人的生命谁能预料 如果你说到这一点的话 在你说这句话之前 我还理解你 但是当你反反复复地说 那有什么办法 那我就觉得你有点残忍 是 你也辛苦 但你真的没有他 既辛苦又那么危险 你有真正地去了解过 矿工的生活吗 如果没有了解 去读读那本书 《平凡的世界》 也许他因为文化程度不高 他很难向你表述 他在工作的时候的那种高压状态 不能开一丝小差 时时刻刻要绷着的那种状态 你应该尝试地去理解 去了解他内心的想法 但你怎么可以每次都用 没有办法 什么叫没有办法 当然是有办法 就像陆锡老师所说 你可以不给孩子报那个办法 那不是必要的 但命是必要的 之前我说我理解你 但当你反反复复说这一点的时候 我真的你觉得你有点残忍 你难道真的希望说 将来他按照你的想法 既做这个又做那个 然后死机白烈地帮你还完了一套房贷 再重新又制出了一套房子 然后你能看着他倒在路上 你就高兴了 其实人活得越久越觉得 最幸福的就是平安 其实表面上是买房的问题 即便买了房 将来你们还会出现很多问题 因为我觉得你的价值观是喜欢比较的 既然你说了一句没有办法 那我希望待会六十秒的时候 丈夫也跟他说一句 没有办法 我也没有办法 我拼不动 我怕了 成吗 就列了 对于丈夫来说 卖掉的那套房子既有自己的血汗钱 又有自己未来的养老钱 对吧 又有让自己安全的钱 那是一种对生活的期许 对于妻子来说 那笔钱买了房子 可能比让丈夫去投资 他更踏实 对于丈夫做买卖这件事 心里没底 对吧 我知道先生的无奈 我也知道妻子的无奈 我倒觉得孩子上不上那些舞蹈课 我同意陆琪老师的说法 那都可以停 让他好好读书 好好明白生活的道理最重要 我不知道你们在 有的时候会不会也挺后悔说 我在这么一个环境里 我没有好好读书 那会儿如果有条件让我读书 或者我努力读书了 今天我的生活不是这样 我们换位思考 在一个家里面 就是这么一个状态 而且他自己有一个非常坚固的逻辑 他的逻辑是 我也在拼命的 一个女人一天睡两到三个小时 其他时间都在工作 养活一个家容易不容易 所以我想他也是有委屈的 每个家庭的情况都不一样 但是要记住 要对跟自己在一起生活的人好一点 对自己要好一点 其他的我觉得就没什么 你们自己琢磨这点事 先生也是来琢磨这点事 如果一定需要 就是掰不开的时候 有的就是互相妥协嘛 换你最小的 我倒建议说你实在不行 两道房子都卖了 然后拿着钱再置换一套小房子嘛 你置换一套小房子嘛 留一笔钱下来让你去折腾去做嘛 这家得往前走嘛 那做买卖万一败了呢 所以你想清楚 到底要什么样的生活 对身边的人啊 咱们都好一点 还有一个是对自己也好一点 丈夫 也要想清楚 如果投资失败了应该怎么办 这些时间留给你们 一起进入抖音真情60秒 我听了评委老师的话 想回去就是重新规划一下 就是规划一下 我今后应该怎么生活 咱们多理解一下它嘛 其实老婆 我本来就是一个 不会花言巧语的人嘛 我相信你知道 其实我 我觉得我也挺珍惜这份感情的 并且我们都 我也失去一次回忆 我希望我能 并且我们还有一个七岁的女儿 我想我们 能把这个家庭维持下去 别这样 你得往好处里面去想 别这样 你得往好处里面去想 我应该怎么已经 那就好 我们的真相纠 一定有关注 我们的女孩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接下来进入抖音爱情小客团 在我看来中国男人大多输不起啊 我们愿意用传统的方式来包装自己 这句话就是男子汉出了问题要自己扛 可是这个时候你把你的另一半当做了谁呢 我觉得宁可坦诚地告诉他 接受他的痛哭流涕和给你的一个耳光 说你没出息也不能把他当作外人 因为坦诚才可以找到 扶起你事业和家庭的另外一只手 亲爱的观众朋友 爱情保卫战和我都在抖音上开通了账号 大家赶紧下载抖音短视频APP 关注我们 还有很多爱情告白精彩视频可以观看哦 下面让我们来看一看这对夫妻的选择 回去之后啊 多跟老公聊一聊 我历经了两年那种心理煎熬之后 倒回头一看说 原来人真是可以那么怕死的 丈夫你也要坚强 对于妻子来说 一定要理解好吗 来有请我们的小花童有请 成功牵手的男女嘉宾 将获得由伊贝斯提供的深海纯浸水嫩保湿套盒 24小时保湿 实时透水嫩 来我们见证属于这对夫妻的浪漫时刻 各位请见证 没有谁能把你抢离我身旁 你是我的成熟天使 为我能独占 没有谁能取代你在我心上 没有一个成熟天使 我哪里要去要别的拥有 他要做买卖做败了 你会怪他吗 账户也想一个问题 如果你的买卖做失败了 你会怪你自己今天的决定吗 我会仔细想的 你也把这个问题想清楚 然后你们夫妻俩合计合计 那个钱到底应该怎么用 好啊 谢谢你们 谢谢 请回请回 今天这期节目 最后落位居然落到了爱上 能够让这夫妻俩最后退步的 其实是面对未来的生活 两个人如何携手走过 让我们存一些美好吧 相信这个世界有真爱 有好的爱情 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 现在请拿起手机 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 下载晶云UP 了解更多的新闻资讯 接下来有请我们的老师 进入到晶云中央厨房 让我们一起进入 伊贝斯爱情保鲜记 有网友提问说 我和我老婆结婚二十多年了 家里的财政大权呢 一直在她手里 我每个月只有几百块的零用钱 平时想埋点什么 都得经过她同意 如今呢我快退休了 就想想轻浮 想吃什么就买点什么 想玩什么就玩点什么 但是呢她现在管得更加严了 我觉得我已经退休了 并且呢她也说 我用不了这么多钱 以后没事就在家待着吧